咱们公司那个装修队找着活儿没有啊 我可不能总是白养活着你们呢 什么 最近没有新楼盘呢 嘿 干装修非得装新楼盘呢 你到处转转去啊 看有没有人搬家 有没有人家里漏水 这不都得重新装修吗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哎 哟 爸 咱们家怎么了这是 楼上漏了 漏了 嗯 刘经理啊 你什么活儿都别接了 我接着活儿了 你等我消息 哎呦 妈呀 漏得好 漏得妙 漏得呱呱叫 哎呦 这可太好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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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太好了 哎呦 我的妈 你把地上泼水 这地板不都熬烂了吗 对啊 地板不熬烂了 谁赔咱钱呢 哎呦 这可太好了 哎呦 你看看啊 你看这壁纸 这都泡烂了 这得换呢 哇 这地毯 这地板 哎呦 这全完了 这都得换呢 哎呦 这沙发呦 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啊 哎呦 这得换呢 换真皮的啊 哎呦 我算了算 怎么也得二十万呢 不是 你要重新装修啊 哎呦 爸呀 咱这房子首付 哎 这房子首付谁付的 哎呦 装修完了我就后悔了 档次太低 我早就憋着劲要重新装修呢 你要给装修 对啊 我出钱你放心 你把欠我那七块钱先给我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我不用咱家出钱 谁说 谁把咱家泡了 谁漏水了 谁赔钱呢 这楼上小黄他们家呗 谁 哎呦 小黄 哎呦 小黄他们家 那可太好了 小黄他有钱呢 哎呀 太好了 再泡一会儿 可不止二十万 哎 怎么不漏了 不是 我刚才给你大姐夫打电话了 可能他上去给修好了 哎呦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他就是个傻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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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傻子呀 你 你就是个傻子 我问你干嘛去了 不是 楼上家小黄漏水 我去把水渣给他关了 啊 小黄回来了 没回来呀 没回来 没回来 你怎么进去他家呀 没办法 我把他门给他撬开了 你把人家门撬开了 哎呀 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把水都漏到咱家来了 我打算要装修一下 这最少得二十万 这可倒好 还没泡透呢 哎呀 他不是还没回来呢吗 没回来呢 赶紧 你去他家把房门再打开 他再泡回来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我缺德 赵刚子 我不是吓唬你啊 你敲人家门 你那是非法入宅 你敲人家门 你就是窥探人家隐私 你敲人家门 你让我损失了十万块钱 哎 等等 怎么你还损失十万块钱呢 他漏水 他全责 本来是二十万 现在还没泡透呢 钱说分 你损不损呢 我损 小黄是什么人啊 啊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等着他回来 你敲人家门 吃不了兜着走 我会 赵刚子 兜着跳 哎呀 你可要回来了 哎 是你跳到我们家门吗 啊 你脑子进水了吧 啊 我脑子没进水 你家进水了 你进我们家门 你告诉我了吗 你叫私闯民宅 你叫窥探别人隐私 啊 我是什么人啊 我一个单身女子 你没经过我的渔许 你就进入我的闺房了 我以后还怎么当女神 我告诉你啊 你得赔我 你赔我精神损失费 物质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 我跟你说 小黄你放心 你这辈子当不了女神 你 我必须得关聋 你没看多大的水啊 家里把家具全泡了 你那是红木的 这多少钱啊 要你管 你看 那家也漏了 回头让你赔 我赔 我呸 赵刚子 你是干什么的呀 是我物业啊 物业 物业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今天暖气湿水呀 怎么没通知啊 我们物业提前三天 就在大门口就已经公告了 公告 你义子 我这么忙 我还去看你的公告 我出门就下地库 进车我就出大门 你义子 我嘎一脚油还看一看 呦 今天公告上写什么 什么玩意儿 哎呀 你说你这个人哪 我就知道你可能没看 我还专门给你个人发了个微信 你看看 我回了吗 没回 没回就代表我没收到啊 没收到你就要继续发呀 那我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你要一直发呀 发到我回为止呀 我回了你才能吃水呀 那你为什么不回呢 我前天手机就丢了 那我发一辈子你也收不到啊 别把我当了啊 赵刚子 我是业主 我一年交给你们那么多物业费 你不玩了你给我干啊 哎呀你那意思 我们干物业的还得豁出去来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赵刚子 你碰见我这样的业主 你算是命大的 照你这么说的话 我能活到现在就算长寿了 你才明白啊 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情 你们物业是有责任的呢 那要这么说也是有道理 对吧 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你等会儿吧你 你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呢 你冲什么大头啊你 我告诉你物业有你 物业都得关门 就待着看我的 小黄妹妹表演得很漂亮啊 谢谢 哎呀就你一个人是业主啊 我不是业主啊 就你一人交物业费了 我没交物业费啊 接口邻居们 你们交没交物业费啊 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今天暖气是谁 怎么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啊 怎么的你不是人呢 赵刚子人家办了一件好事 啊 你还在这冤枉人家 赵刚子是不是办了一件好事 怎么的 小子豆 哎 你戳不着我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我也戳不着你 我闪一闪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我今天是来感谢赵刚子的 啊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 我一进门我感谢你 你跟我吵吵什么玩意儿啊你吵吵 你把我头都吵懵了 我还没吵吵啊 你看看 又跟我吵吵了吧 我没吵吵 我就说了句话 你就不能说话 那我不说话 哎 这个态度太对吗 哎 姑娘你太讲理了 你看看 还是万叔理解我 是不是 万叔你坐 今天我就是来看一看 哎呀 漏挺严重啊 那个怎么算 你们算算吧 挺吞吞打理的呀 你看 你看赵刚子 你看 我早就说过 人家小黄妹妹 人家是个讲道理的人 那怎么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你闭嘴 小黄妹妹 看来你是承认这个责任是你的 是的 对吧 那咱就算算这个账 可以 哎呀 你看这壁纸都泡烂了 小黄 这壁纸早就烂了 闭嘴 坏 你看这地板都翘了 这地板早 闭嘴 你看这沙发 明天就得长毛 对了 你吃不吃蘑菇啊 明天我给你摘一框啊 你闭嘴 我没说话 没事 别吃到 换换换换都换 哪换了哪换 都得换吧 行 哎呀 你多讲理 小黄妹妹 我以前是干装修的 这你知道是吧 知道 哎 那行 那个 我出列的算了算 最少得二十万呢 二十万 哦 不得不得 哎 我家谁装的了这 你家是我给你装的呀 哦 哎 那我家这个装修档次和你家这个 你家那个档次高啊 哦 哎 我家当时装修多少钱来着 十五万呢 十五万呢 那你要我二十万 谁说二十万了 我说的是十万 五十万 好大 行 白叔 那我走了啊 哎 小黄啊 哎 我还得说你 你说你装修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不让你私自改装这个暖机片子 你看 你这回漏水啊 就是暖机片子出了问题了 什么什么问题 你那暖机片子自己改装的质量有问题 水压一上来就崩了 你确定 我都已经核实了 哎 干啥去啊 钱山峰 哎 我家装修是你装的吧 嗯 暖机片也是你买的吧 当然是 是你保证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吧 合同还在我这儿呢 怎么着啊 怎么算呢 我看刚才你那个腿怎么这么欠呢 他走你就让他走呗 你提什么暖机片呢你啊 钱顺峰 完了完了 我跟你说话你总是不听 我跟你说过没有 那眼睛别老盯在前上 是 你干那个工程讲究点质量 是 你要这么不听话 你以后别在我跟前带着 你出去别说我是你岳父 啊 带叔你这什么女婿啊 就是 你别别 差点别他懵了 顺峰啊 我也得说你两句 是不是 你给人家装修 你得保证质量啊 你这个进货渠道有问题 哎你等会 进货渠道 对呀你进货渠道有问题啊 哎爸爸 我想起一个事来 什么事 我进那批暖气片的时候 好像是你给我介绍的 啊 你等会 哎呀 我可以了留了一手 哎 你看看 你看是不是他名片 这这这 我解释一下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 他说他就做这个属于暖器材 哎我就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交友不是 爸 哎呀 你家都什么人哪 还能靠点谱吗 啊 交个朋友都不靠谱 我的妈呀 爸 你说你交的这是什么朋友 你看这名也不咋地呀 黄太后 他的名字叫黄太后 他这暖气片可太薄了啊 哎 哎 哎 这叫什么名字 黄太后 你们 那个上面是不是写的太后水暖 对呀 太后水暖 你们在他家买的暖气片 是啊 在他们家买还用得着你们吗 不是怎么的你认识他呀 我二叔啊 哦 你二叔啊 哎呀 那这个账这同心算算了 哎 来小话 没请到请到请到 哎呀 那你二叔也不是外人的 那你们家亲戚啊 哎呀 那看来这个责任在你二叔啊 哎呀 钱盛峰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装修是你装的 包工包料 质量你得把关 责任在你啊 是 质量我把关 这暖气片是我爸介绍的 爸 你 不是 我介绍的 我介绍 你爸介绍的 不是他二叔做的吗 那不管是不是我二叔 责任是不是在你 那责任在我爸呀 怎么能在你爸 他二叔做的 责任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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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句话啊 我觉得这个事我有责任 啊 我给他发了短信了 他没回 这说明啥呢 说明他可能没收到 我要是昨天晚上通知他一下 兴许其实就没这事 所以我有责任 那你要这么说 那责任在我 我给他介绍和客户 为什么不事先看看 那个产品质量呢 责任在我啊 没你们事 别别别别 你们这么一说 说的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你说当时装修的时候吧 钢子哥就一直告诉我 别让我加暖气片 我非不听他的 你说这责任在我 在我 这怎么还争上了 责任在我 那我争什么呀 责任在我 责任在我 在我 我负责 我跟你们说呀 其实啊 我们生活中啊 有些事本来不大 是不是 本来是个小事 彼此之间啊 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你推我推 结果这个事就吵起来了 弄大了 其实啊 该是谁的责任 就是谁的责任 人得有点担当精神 你看我们家 现在这么一谈 多好啊 咱商量商量 这事怎么解决吧 那再说 你说吧 我听你的 爸你说吧 那要我说 你看就是 咱们两家都有损失 彼此又都有责任 咱就自己修自己的 行不 行 是吧 你们家你就修了 好 我们家呢 我二姑老爷 是大老板呢 那行 空琴呢 这方面呢 我们物业保证 免费的 好 好了 快说 那打扰了啊 张子哥 还是 谢谢你 没事没事 赶快回去收收家具吧 行 好嘞 哎呀 不行 我得赶快走 赶快走 不是啥呀 我得挨家挨户查查 看谁家还私自 改造暖气片子了 这家帮了可不得了啊 别敲人家门了啊 是的 你赶紧把那果钱的给拿出去 他不帮我把切割 那果子片泄露 你泄她吧 那也是皇太后的 你也买皇太后的暖气片了 不是买的 她给我的 她干嘛给你啊 我不是介绍你在他们家买货了吗 她给我个回扣 什么声音 太后驾帮了 哎呀 哎呀买呀 快快快快快 买一个 还每天都点 dich 我给你的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